10万订阅 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用你鼓掌》 我是婉伦 我是袁壮麟 老师老师 还有各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袁老师的个人频道上线咯 请大家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大家扫描完这个画面以后 帮我扫描一下这个画面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之后 回到我们台股今天 小掌15点 老师老师 介绍到15点 到底要怎么看啊 我原本以外还会收黑耶 对 我们先来讲一下 网伦你知道我们的股票 今天有涨停盘的吗 有 哪一支 哪一支 有圆钢 那个是乱乱备的 然后还有是安 基亚 基亚生计股 另外一档 连结 连结 那大家都有中奖 希望大家都有赚到钱 好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 加权指数的走势 那因为上礼拜五 亚马逊大涨快7% 英特尔大涨了9% 所以费城半导体上涨了1.2% 这是跟台股比较联动比较大的 但是呢 亚洲股市 日清今天盘充跌了1% 恒升跌了0.5% 所以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 我们看到指数 一开始涨上来 涨上来 然后就碰到这边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是 16 180 16180 对 16180 那稍微过了一下呢 然后没有多久又回到这个区间 180跟这个140中间 这40点之间来回成档 一直到最后呢 都是在140附近这边混 一直到最后拉上来 涨了15点 收在16150 那就是很可惜啦 就是说我们一直要期望说 这个指数呢 可不可以赶快站上 那个前天 上礼拜 上礼拜四的那个 长可以的1分之1 就是16189 赶快站上去 这个样子呢 市会比较强 对对对 但是 稍微可惜一点 没关系 那继续努力 那今天的这个类股行情 等一下 我们讲一下 虽然这个上市的OT 上市这个指数呢 表现不怎么样 但是 OTC很强 OTC强很多 那是不是也遇到说 未来会有新的行情 或有新一波的展示 对 那所以呢 OTC扮演很重要角色 因为外资拼命卖 但是OTC 大部分都是内支的主力大幕 他们在琢磨 他们的现行 看起来 现在是比 价钱指数要强的很多 好 那今天的类股行情呢 AI概念股还是不好 AI概念股量又继续缩 缩到15%而已 半导体还有36% 但是电子股普遍不好 那只有其他的 次要的这个族群 才比较好 好 那我们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指数呢 今天股价今天跌了一块 它还是在这个下降压力线附近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宛伦你知道吗 这个台积电的这个股价 股价 它要扣底 越来越扣 扣底低的股价了 有没有 你看这个箭头 从这边到这边的话呢 就会来扣到低的股价 那就代表说 那个压力 应该说套牢的卖压 卖压就会比较小了 比较有可能会涨上去 对 季线如果说未来 这个台积电可以涨到 550块以上呢 那它季线就会翻扬 就会变成往上涨 所以这个样子呢 就会带动台股的大盘 有希望往上涨 好 我们看这个时间呢 正好差不多是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上次说 那个台股呢 要11月中的时候呢 比较有希望往上涨 就是这个原因 那台积电如果说 它可以涨到550以上呢 这边它就会形成一个头肩底 头肩底突破这个颈线呢 有希望来挑战这个590这个高点 如果说它这个占上550 那就表示说它的线型呢 已经这个呈现了 形态已经做得非常好 有希望往上涨 涨到590块 那这是未来两周 有可能发生的 比较好的形形 那加全指数呢 那今天还是收一个小红一点点嘛 还是在这个残黑的肚子里面 所以如果说未来有几天 如果有希望突破这个残黑的高点 那这样就会比较有希望 形成所谓的多头拇指 就会继续往上攻了 那我们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那个八个出货日 就是这个指数下跌 但是成交量放大 这就是一个出货日 那这段期间呢 又累积有八个出货日了 所以呢 未来上涨的压力 上涨压力很大 会比较大 但是唯一可以安慰的话 就是说 我们过去15周的这个 这边 是形成一个强力的支撑 这个就是16000点 对 所以这个指数 一下子要跌破 这个16000点的支撑 好像也不容易 不容易 那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是周线嘛 所以过了两周 今天这周是扣底这个指数 对 然后下一个 下周扣底这个低的指数 所以我们指数 如果可以往上 站上16500的话呢 那均线就可以持续的往上攻 这样就比较好 好 那高价股今天是 赶快来看一下高价股部分 对 涨跌互渐 一半一半 是 一半一半 还好啦 那IC设计股还是非常强 尤其是小型的IC设计股 好 那那个 我们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相关个股 对 可以锁定哪些成长股呢 好 我们之前的在这边 366 那今天 这个大量 来到了这个 40.35 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压力区 这是一个好的征兆 那有希望 再继续往上 继续说 这个从现行来看 所以现在还可以上车吗 对 那就是理论上 如果说突破了这个颈线呢 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对 只要 表态 对 可以持续 留意 留意 那么联发科 联发科 我们上次讲了 它这个是季线 它是周线的形态 打成一个漂亮的底部 它的这个法硕会以后 大家外资 很多外资都调升它的目标价 通常大家好几个都是调到一千块 那甚至瑞云证券呢 把它调到一千两百块以上 这是比较乐观的情形 那因为我们看它这个线型呢 真的是打得非常漂亮 那突破以后拉回 这获得支撑又继续往上攻 那这个线型真的是非常漂亮 可以持续再留意 联发科 会不会持续再往上攻 那生计股今天 那生计股 瓦基雅亮灯掌停 上贵上市的生计股呢 表现也是还蛮不错的 有很多的 基雅 成家智能 宝瑞 那伊阳 华安 这些表现的都很好 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讲 AI概念股 今天一半一半 降点互鉴 一半一半 那这个还是持续在整理 那我们讲说伪创 它的这个 因为它现在还是扣高股价 高股价 所以它的季线还是会下弯 那现在这个 因为股价在季线之下 所以涨上来就会碰到压力 110以上的压力就很大 对 季家290以上压力很大 那广达220以上的压力 也是不小 那如果要继续往上涨 它的压力会更大 好 那生计法人这个现货卖了66亿 然后它的这个期货的未平仓的这个空单 是12000口 所以它现在还是处于这个 比较偏空的这个状态 比较偏空 那融资予额上礼拜有减少了7亿 对啊这样是好事喔 对比较好 其实筹码会比较稳定 稳定一点 对大凡比较好 对没错 好 那我们做这个 我们不断的成长股 就是它每年都有 不论这个大盘是好是坏是多是空 每年都会有成长股的题材可以操作 那如果大家想要更进一步了解 可以看我们的这个理财周刊 成长股操作系列 那材料 它的9月份营收成长两倍 那我们说之前陷入整理 这根这个是空头吞噬 所以陷入整理 所以它还要持续整理 那整理也不是坏事 整理的话就是表示说 未来呢 如果来到这个支撑 差不多一千块左右 对 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点 好那银帮 它因为跌破了这个颈线 所以也是一样 那要等多久 那要等多久 这个等 等多久 马上你知道吗 我可以先不看它多久 对没办法预估等多久 好 那我们之前都有讲过 季线走平 然后股价增上季线之上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好 等它季线走平的时候 对 好 因为它现在是 未来是要扣季线会 扣这个指数呢 越扣越高嘛 所以压力就会越大 对 扣低高股价 看糖呢 持续不断的要往上 蠢蠢欲动 今天终于再往上 但是很可惜的 没有收一个红K线 对 对 收了这个黑K 好 那继续努力 好 那总统大选 根据历史统计 总统大选前 台股都会有表现 那么 选对个股 选对族群 就很重要了 对 好 那大家有没有看电视 今天 有看电视 也要看袁老师的解盘 今天 柯文哲跟朱立伦 那两个会面 两大党主席会面的时候 开始了 轮飞 中市 汪汪汪堡就开始拉 尤其是这个 尤其是中市 甚至拉到涨停 盘中拉到涨停 结果又杀下来 所以我们在讲说 它这个是因为 空头吞噬 要陷入整理 会整理 那这个轮飞也是这样 想问他们见面 又来又开始 开新一波的选举行情 对 大家想像空间就很大 这个选举概念 鼓要开始动 那我就要帮观众朋友们问 原老师你最看好哪一个悬盖鼓 悬盖鼓 对 你觉得现在还可以买谁 悬盖鼓就是 轮飞还可以注意 就是因为他现在是 被关紧闭 五分钟一盘 所以未来如果这个 放出来的时候 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看看 他是不是可以 创新高 可以创新高 轮飞 是的 那那个 再来的话 这是中市 也是这样陷入整理 对 那旺旺宝呢 目前就是涨多了 开始横向整理 对 还有另外一个新的 而且还有前面有个爆大量 我好害怕 那绿色那一根 好长 这个很长 对 然后有上一线 所以也是 就是这个原因呢 他的股票还要再整理 大量 这个收这个中黑上一线 这个就是要整理的征兆 好的 那那个 再来的话就是 那个东洋 东洋为什么是选举概念股 东洋因为他的里面的内阁 董事长 董事长 对 就是前行政院长 我们上次那一天有聊 前行政院长 会不会就是这一波风波过了以后 东洋会是新的旋概股 对 变成是黑马股 所以他现在持续的要测 测试这个上一线 是 他如果可以把这个上一线都 收复的时候 那这个股价可以继续往上涨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 软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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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的短期标股 安国还可以买吗 安国已经没有涨停了 上次三支涨停板 上周三支涨停板 今天又拉了一个 这个5%的这个 对 差一点也要涨停了 是 那因为它就是比较低价的 未来比较低价的IP的这个概念股 很少有这种50块上下的IP股 对 很少 所以安国就等于说 他很有想象题材对不对 没错没错 但现在还可不可以买呢 还是说其实 当时有看我们解盘的人 早就买好了 不用等到现在才买 对 那强势股 在操作强势股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沿着五日线 五日线没有破的时候 都可以继续持有 那五日线一破的时候 稍微要观望一下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下一步 医疗展就要来到了 11月底到12月3号 医疗展有这么多的想象题材 我们因为时间不多的关系 我们赶快来看 有哪一些医疗股 或生技股来可以注意 好 首先看到的是智智 智智智上礼拜也是非常讲 今天拉回来整理 那这个涨势应该还没结束 因为我们来讲说 它这个沿着五日线 只要五日线不跌破 都可以继续持有 因为它有这个疑胀癌的这个新药 明年渴望上市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颇有想象题材 对 想象空间很大 那下一个金亚 今天拉掌停板 掌停板 它是全球肝癌的新药的领导厂商 然后它跟日本的厂商 合作了这个死道癌的这个 第二期的誓言达标 还有它跟台湾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医院 细胞治疗的四起癌症 对 这个这个都是 都是很好的炒作题材 所以它题材蛮多的 好 那就可以持续注意 好 圆刚在乱乱被之前也有积癌 圆刚 圆刚我们之前 在这边就有跟大家讲 对 它涨上来以后拉回 因为被关紧闭 拉回 然后我们也讲说 这个强势股 只要它拉回 所以来到月线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有 有 老师那天有说 在月线附近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有赚到钱 譬如生拳 之前的生拳 雨环 像现在铝元缸 拉回来到月线附近 对 月线还在往上涨 拉回到月线 就可以继续往上做一波 这个就是 强势股操作的一个方法 好 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 软软被 好 那我们选择好股 它对时 那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获利 谢谢袁老师 深入浅出的分享 我相信大家 今天都很有收获 不管是选概股 生技股 老师都已经 帮我们选股一螺框 都掌握好了 成长股 还有短线标股都有 希望大家 都可以赚大钱 也别忘了按赞 订阅 分享老师的频道 因为袁老师的 个人频道也上线 请记得多多分享 多多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朋友 赚大钱 那我们又李股掌 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大的实地则房产业 旅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旅财周刊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